現在看到的是國際焦點 這是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在當地時間的13號晚上 發生了槍擊的事件 目前知道已經有三個人死亡 有五個人受傷 好 警方表示 他們是在晚上的8點19分左右 接到了報案的電話 指出呢 密西根州立大學的 東蘭新校區 這裡的搏擊廳 還有體育館的附近 都傳出槍響 所以警方是立刻封鎖校園 同時也下令校區附近的居民 還有學校的師生員工來撤離 警方引述了目擊者的說法 指出這個槍手 可能是一個身材矮小的非裔男子 在行兇的時候戴著面罩 同時呢 隨後也表示 這名槍手已經引誕身亡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